我是老鱼,欢迎收看老鱼的视频 网友啊,还有本地的社友没有给老鱼提供器材 那么老鱼没有东西卖了 分享一个事儿,头几天 有一个浙江金华的网友联系到老鱼 让老鱼给他出一个相说齐全,配件齐全 带有增值税发票的这么一台五地山 那么他通过微信把这个五地山的照片给老鱼传过来 老鱼一看确实很新 那就悠过来吧,发顺风给老鱼 当老鱼在快递员的监督下查验商品的时候 我就觉得这个齐有些不对 我家的光线不是很好 所以我决定就把它拿到窗口去看一看 看来看去啊,我觉得这个齐有点不对劲 它没有冷光 一摸在手里呢,发色,发黏 大家都知道所有的佳能的这些相机 元齐呢,都是带有颗粒状 细摸呢,都有点拿手,有点扎手 大家已经记住啊 元齐是在咱们日光灯下是泛冷光的 它这个齐呢,没有冷光,有一种暖光 这个齐非常的细腻,摸起来沾手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个翻新的机器 我媳妇就在这个机器上发现了一些端倪 就在这额头上,logo处啊 发现了,最后认定它是一个翻新机 啊,具体有朋友想了解的话 下面我就把这台机器的额头处的照片 给大家发到这个视频里 让大家看看 大家看看这个额头处啊 这个照片 它是因为后喷漆的时候 啊,必须把logo给盖住 如果logo不盖住的情况下 logo里头的颜色是白的 它喷上黑漆以后 佳能的标志就黑了 所以它不得不把它遮上 这一遮上 就在喷漆的这个边缘 就露出了马脚 大家看看 如果在机器这个地方 如果要是出现这种情况 你就可以判定 百分之万的它是翻新机 后来我就当了快递 我就拒收了 我让小哥把它装上 给它退回去 后来我通过微信 跟这个朋友聊了 我说你这台机器 我认定了是翻新机 我说你为什么拿翻新机来给我卖呢 对不对 这位网友怎么说的 啊 我也不知道啊 这怎么会是翻新机呢 我用了好几年呢 都这么用 我不知道啊 装了一副很无辜的样子 老鱼也没好说什么 如果你是真让被人骗了 咱也说不出什么 我老鱼就肯定不给你卖这台机器 就完了呗 后来我在微信里 我的语气肯定是有点责怪的 微信把我删了 我一说话 我们已经不是好友了 从他这个行为老鱼就断定了 他本身就是知道的 这台机器是翻新机 他自己应该不敢卖 怕别人把它退货呀 或者他自己卖 肯定交易的这个概率 完成交易的这个概率很低很低 就利用老鱼的小小的网红的这点名气 来骗我的粉丝 结果被我认出来了 现在的人的心眼也太多了 就拿别人当傻的 其实老鱼也不傻呀 在鉴定二手翻新机的方面 好歹也比一般人能强 对不对 就想利用老鱼的这点网红的气息 来骗大家 你想的是真美 臭不要脸 老鱼啊 通过录了很多的打假的这种视频 也结交了很多的好朋友 今天下午还在咸鱼上 微信上跟北京的朋友聊了很多 北京的朋友在我这里买了2880的黑户人 现在今天又把我手里的最后一台 5D2又给买走了 通过跟我学的一些知识 他头几天买了一台5D SR 结果发过来以后 就被他自己鉴定为翻新机 卖的这个机器的人 是抖音上的一个网红 这网红嘛 就会利用这个粉丝来割他韭菜 结果被他认出来了 当场退货 好歹也给退货了 没有形成更大的主持 在这里我跟他聊了一下 通过看老鱼的视频呢 长了一些本领 能让自己回避这些坑 老鱼也是很欣慰啊 通过视频呢 有广东的朋友也是 自己学会了以后 又给他的朋友 也买二手机 那种5D2 结果在我这里看 我给他看了 确确实实是真货 其实他已经买到手了 才告诉我 自己也是很欣慰 自己会买了 还会给别人服务了 还会给别人去鉴定了 这都是老鱼的一些欣慰 我很高兴啊 老鱼却希望大家不要上大 少吃亏 这个就是老鱼的终极目标 如果你自己拿不准 就拿来给老鱼给你看 免费的 老鱼看这个东西 还是十拿九稳的 有很多的朋友在老鱼的 经过老鱼的鉴定 都买到了称心的二手试音题材 我骄傲 感谢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有共同三观的好朋友 希望你们关注和转发老鱼的视频 做最有温度的视频 卖放心的二手器材 是老鱼的终极目标 下次再见 拜拜